非常感谢我们运行福德中以及运行福德中 冬天最需要的棉被还有生活所需物资 统统摆满一桌子 新北市中和区连城里举办寒冬送卵活动 由里长林仁凯发起 预计要送给低收、中低收入户 以及中低老人等40个家户 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里内的关怀心意 迎接福牛年 这一次的目击的一些物资比较多一点 有我们的棉被 还有我们的卫生籽 还有米、还有香油 还有面、以及羊肉鲁、还有洗衣精 里长说关怀弱势寒冬送卵活动举办了许多年 今年最要感谢地方公庙、立行福德宫、民进宫 协助行善、捐赠物资 另外还有居民捐款赞助购买生活用品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为弱势加户筹办过年物资 为他们准备一个好年 也是迎接一个好的开始 这时候我非常感谢我们里内的一些三星人士 来赞助我们这次的最末年终的一个 送轮爱心活动 我也再感谢我们那个立行福德宫 还有明星宫 以及我们王张艺兰女士 还有邓蔡一花女士 还有张春安女士 来募集这些物资 物资一件一件装入红色袋子内 看起来就像是福袋的感觉 里长发起加上立行福德宫、民进宫以及地方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 希望把福袋送给里内40个弱势家户 大家一起欢喜过好年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